今天的话因为是第一次上课 画面是黑的 大概了解一下大家的一个程度 当然第一个我想要知道说 我们这一班最大部分的同学的程度落在哪里 可以看到 这个也是我比较不想 这个得到的结果可以看得出来 57.9%到58% 是完全没学过程式的 ok那就是我刚刚讲的 如果你假如要把程式学好的话 可能要比别人多花一点时间 那当然也是我可以预料的到的 因为之前也是有类似的状况 因为像这种产头班 很多人想要学程式 但是其实基本上没有基础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班 会上一些有关证照考试的相关题目 所以难度其实是有一点 所以请各位还是要点心理准备 我讲过 我上课会把它录下来 所以如果你假设有些地方细节没办法听懂的话 那你可能在当下也许先听吧 然后之后的话再花一点时间 那切记一定要花一点时间实作 因为像这种程式课程要学好的话 大部分还是要花时间在实作上面 然后比你看书或者看影片 可能效果还要更好很多 那当然如果不会的部分 因为我把它录下来 你可以再把它暂停 或者再把它repeat重新再看过 我想至少会慢慢比较可以跟上 那其他的话你上课希望哪部分为主 那大部分还是基本python的语法 结果这个当然我们后面都会讲到 然后再来的话选课动机 大部分就是自己想要多学一些些 来充电 那为什么会知道 大部分其实都从那个劳动部的网站上面 其他还有像从那个志强的网站啊 从或者是从同事或朋友的推荐 另外如果你最后那个有留email的话呢 那我今天会把那个就是上课录影 直接寄到就是你们的留下的信箱 然后会上传到YouTube 那再来的话第二个 就是请各位待会第二件事情 就是里面的资料你进来之后的话 应该是会长这样子吧 反正这个是云端上面的资源 那请各位可以稍微记一下 上面相关的资料 包含待会第一个 你可以到那个我的云端上面 找到第一个你需要的相关的 这个安装环境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希望呢 在这个我们的电脑里面 写python程式的话 那至少你要把那个python给安装起来 那其实安装python的方法很多 那只是说如果每个我都要讲解的话 就太花时间了 所以呢今天我希望呢 又取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呢 我已经帮各位在这个云端上面 安装环境里面呢 有一个下载的档案 那请各位待会要做什么事啊 就是把这个档案下载 它档案大概200Mbps左右 下载之后的话呢 请你把这个下载的档案 帮我移到低叠底下 并且且且压缩 ok 所以记得把这个下载 下载下来之后呢 帮我放在低叠底下 ok 当然如果你没有低叠的话 你可以放在C叠 或者是最好是放根木录底下 ok 不然的话将来你要改一下 那个我预设有个路径 所以呢这个第一个 你就把这个直接按右键下载 或者是你把它点两下 这边也是有个下载 这边下载这边 这可以把它点下去 下载完之后的话呢 我这边刚刚已经有把它下载下来了 所以我看一下 我的下载区里面 已经有下载了一个python ok 看一下这个 我刚刚已经把它搬到 再把那个档案搬到那个低叠底下 所以我刚刚已经把这个档 本来这个档是在下载里面 本来在下载里面 然后把这个档案从这个下载里面 搬到哪里呢? 搬到那个这个低叠底下 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python384.vip 然后我直接把它剪下也可以 或者直接把它移动 移动到我的低叠 把它移到这边来 ok 这已经有了 ok 那移到这边来之后的话 你只要做一件事 按右键 再解压缩字 ok 气得哦 当然理论上你们电脑应该有那个解压缩程式 你就解压缩 看也许是我是RAR 或者是你是7VIP 或者是他预设的都可以啦 反正就解压缩 那记得选择那个解压缩字词 解压缩字词之后的话呢 这边就会多一个目录了 那各位可以打开来 就会有一个叫python 在低叠底下有个python384的目录 那我们需要的开发环境 基本上就在哪里呢 在这个scripts里面 ok 那你打开啦 如果你要开始撰写程式的话 记得在我们这个scripts里面 就会有一个执行的程式 叫做spider ok 那以后的话呢 我们要撰写那个程式的话 基本上就要靠这个spider的编辑器 所以我把这个spider点开来 当然呢 正常状况应该最后哦 你要看到就是它打开了 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去撰写程式 至于那个细节部分 假如说你有点遗漏 或者是记不太起来的话 那有个简单的方法 ok 就是说呢 再把它忽略 就是说呢 我们你可以直接到我刚刚那个云端上面 可以找到这个刚刚的这个地方 gg.gg 我刚刚讲gg.gg 那个vba 记得这个网址一定要把它记锁 gg.gg 后面斜线 然后vba to python 2021 这个网址 那 待会第一件事就是帮我下载那个安装环境 ok 把它下载 解压缩到低碟 ok 那第二件事情的话 如果假设有一些细节不太清楚 我这边有一个云端白板 云端白板其实有点类似像那个云端的讲义 那你可以找到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的第一单元 ok 第一单元的话呢 其实就我刚刚讲的 就是 那为什么需要 就是 去用那个懒人包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 Python 它是一个自由软体 一般也许一般常听到是所谓的免费软体 但其实 那个所谓的免费 当然免费啦 再前提就是说 因为他你没有付任何的费用 却要使用这个软体 所以呢 基本上你变成你要去自助啦 就是说你要自己去把 所有的环境找到 然后并且把它设定好 才能够 去run这个工具 那跟那个 我是跟VBA比较啦 VBA的话因为 它是直接就在Essail Essail因为它不是自由软体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也许你们稍微看一下 那相关细节的话 大概有说明 OK那我先把那个画面 先把它停止共用 那请各位呢先去操作一下 我刚刚讲的吧 那顺便熟悉一下 因为今天毕竟是第一次上课 OK 所以待会第一件事就是你帮我把问卷先填完 第二件事情的话呢 就是再到我们的 我的那个就是云端上面找到那个安装环境 里面记得下载那个Python的384 下载之后呢再帮我把它放到低碟 OK 那为什么要特别放在低碟 因为我这个懒人包预设是就是在低碟底下 因为如果你是放在其他磁碟的话 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 OK 所以 H请各位先完成到这里 待会我们 如果环境有RUN 起来的话 那后面细节的部分我们再来看哦